In the name of Lord Jesus Christ, I speak. 封主耶稣圣名正道 First and foremost, we give thanks to God for allowing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gather here in London church in person to worship God. 首先,先感谢神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来到 伦敦教会的会堂一起来敬拜神 We ask that the grace and the blessing of the Lord be with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here and also those who are attending this spiritual convocation online. So, thank God, today I'm going to continue with our study on crossing the Red Sea. So, when you look at the life of the Exodus generation 当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 那他们深受这个法老军兵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他们在过红海之前是还没有脱离到 脱离法老的辖制 一直到过了红海之后 他们才脱离了法老的辖制 Because God drowned all the armies of Pharaoh 因为神又红海淹没了全部的埃及军兵 We can see this in the book of Exodus chapter 14 可以在出埃及记的十四章可以看到 因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 法老又再次地想要把以色列人给他们抓回来 但是神显了大神迹把法老的所有的这个车辆 跟全部的人呢都淹没了 那他们到了对岸之后呢 他们以色列人就开始在旷野当中来行走 那其实从埃及地要到迦南地这边的这个距离并不是很长 但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来得罪了神 所以神让他们在这个旷野当中行走了四十年 那我们看到这些选民呢 这个他们的人生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 那我们常常说这些阿基人他们不敬畏神 然后也常常来得罪神 但其实我们看我们自己 我们其实与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同 当他们过了红海 这就是他们进入了神的保护之下 你会发现到神的这个大能在他们的当中 因为当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呢 他们是完全属于神的 所以他们就是被神所保护的 但很不幸的是神对他们的保护又离开了他们 所以有很多的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地方 在这个过红海的道理之中 I want you to read Joshua 请大家放开到约束亚记 Please turn to the book of Joshua chapter 4 约束亚记的第四章 Chapter 4 we read verse 23 二十三节 约束亚记四章二十三节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 等着你们过来 约束亚记的第三章第四章 记载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 那结论是我们看到神来把这个约旦河给他干枯了 就很像神当时在把这个红海分开来 那这个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就是说神的能力都一直跟着这个以色列百姓 那当时这个神的大能分开了红海这件事情 一直到现在过了这几代之后的以色列 出生在旷野的以色列人 他们也能够看到神的大能使这个约旦河枯干 你会发现到神的大能没有离开过他们 那在神来把约旦河干枯了的时候 那当然有很多事情以色列百姓要先做 请看到这个第三章 第五节 三章五节 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 你们要自节 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 这个是神要他的选民来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 如果我们没有洁净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神的能力 约书亚才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节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的整理 如果我们要再看到神在赐贤这个像分开红海的这个大神机的话 我们必须要一直的来自节 到最后才能再看到这个约旦河来干枯 那从约书亚这边看到 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自节 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分别出来 要不要跟这个世界有任何的关联 那有时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的时候 常常会被这个败坏的世界来所诱惑 甚至我们的思想常常都不是非常属灵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 很多的这个观念都是跟着这个世界走 那大家互相的沟通 然后甚至在教会的这个开会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这个交流的这个观念 都是非常的属性的 会发现到这个相信神的这个原则已经不在了 就很像我们已经不相信当时拯救我们的这个神的这个力量 已经不在这个教会当中 那甚至我们讨论的内容也不是那么的属灵 那我们是多么少这个时候会把我们的这个想法能够回归到神的这个道理当中 就会发现到我们的这个信仰其实是越来越软弱的 那甚至教会没有进步在神的这个预期的当中 因为我们没有用神的真理来使自己来自解 请大家放开到约翰福音的17章 We turn to the Gospel of John chapter 17 约翰福音17章 We read verse 17 十七节 And we also read verse 19 十七节和十九节 John chapter 17, verse 17 and verse 19 约翰福音17章,十七节,十九节 约翰福音17章,祝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理就是真理 十九节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首先先看到十九节 我们可能问说 基督也需要来分别为圣吗 这一段经也是在讲耶稣在他的祷告当中 圣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耶稣他没有犯罪 他是一个好人 他并没有犯任何的罪 那如果是像耶稣一样没有犯罪的话 那他还需要这样子成圣吗 分别为圣吗 那十九节这边看到耶稣来使自己分别为圣 是因为他们就是这些门徒 这些信徒的这些缘故 那你会想说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方式耶稣来分别为圣 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自己来读约翰福音 你会发现到耶稣他是按照每一个天父来告诉他的话的错 所以就是为什么耶稣当他在行神迹的时候都有能力 是因为神与他同在 神的大能很明显地在耶稣的身上 那甚至在他身旁的人都可以发现到这位耶稣是非常的不同 那甚至当耶稣只是拿起这个书卷来读这个以赛亚书 那这些在会堂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个耶稣的不同 因为耶稣的话大有能力 因为他是由自己成圣分别为圣 因为他是来遵守神的真理 那今天如果我们要来过一个得圣的生活 如果我们想让神的大能来加添我们的力量 那这个怎么做呢? 就是要来使自己成圣 那如果整个教会都来遵守神的这个诫命 那你会发现到这个教会就是神的能力存在的地方 那每一个人都会得到这个神的大能 那当我们讲到这个教会的进步 那我们不是只讲到说这个方法 然后怎么做来让教会进步 那我们知道人的方法可以带领到这个教会 可能到一个没有方向的阶段 那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来成圣 那我们会发现到如果大家都来遵守神的话语的话 教会就会来成圣 就会成长 因为我们来跟随耶稣的这个榜样 那我们会发现到神的这个大能 拯救我们的大能会持续地在我们里面 请大家翻来到诗篇 那诗篇当中有很多次提到这个过红海的事情 那当我在读诗篇的时候 我一直想说 为什么这个诗人要一直提到过红海的事情呢 为什么这个有那么重要 首先请先放开到诗篇的77篇 We read the Psalms chapter 77 We can read from verse 19 从十九节开始读 Verse 19 Your way was in the sea Your path in the great waters And your footsteps were not known Verse 20 You led your people like a flock By the hand of Moses and Aaron 你的道在海中 你的路在大水中 你的脚中无人知道 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 引导你的百姓 好像羊群一般 You know, we say that this is the crossing of the Red Sea 这边讲到这个过红海 It represents, you know, the way of the Lord to save 这个代表神的拯救的方向 We know that when they came to the Red Sea You know, before they crossed 那在他们来到这个红海边的时候 It's like there was no way You know, for them to turn back Or to go forward 那对他们来说 是已经无路可走了 But you find that the way of the Lord Actually is in the sea 但是你会发现到 神的方向,神的路呢 其实是在海中 At the time, no one knew about it 那当时没有人知道 God told Moses about his way 那神就告诉了摩西 他的道路在哪里 Now, the point I'm raising here is that Sometimes we lead the church forward 那我的重点是说 当我们在 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 带领教会的时候 You will come to a point 那 is like there's no way forward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说 好像已经无路可走了 But as leaders of the church We must be able to see The way of the Lord is in the sea 那身为教会的这个领导者 那我们必须要能够看到 这个神的道路在这个海中 意思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属灵的眼睛 能够来带领教会 Now, we understand that Moses was close to God 我们知道摩西与神是非常相近的 He was the most humble and meek person On earth 他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温柔 最谦逊的一个人 He followed the instructions of God 他来按照了神的这个指示来做 That's why God made use of Moses to instruct the people to cross the Red Sea 所以说神才用摩西来带领 他的百姓过红海 So you find that this is not just about salvation 你会发现到这不是只讲到这个救恩 那这也讲到说神在每一天当中 怎样地带领我们 So in our service to the Lord We need this kind of power from God as well 当我们在服事神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力量 We pray that God's way will be shown to us 我们要祷告求神的这个道路 能够显明在我们眼前 When everyone cannot see any way anymore 那如果我们哪一天是 发现到好像无路可走的时候 But leading the church forward We believe that God will open a way for us 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在领导 带领教会的时候 神一定会开路 I think this is so important to us as well 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If you have read this psalm 如果你读了这个诗篇 We know that the writer When he first started writing this psalm He was like complaining 那会发现到诗篇这个作者 他刚开始在写诗篇的时候 他是很多的这个抱怨 We can read verse 3 可以看到第三节 Verse 2 We can read verse 2 从第二节看 In the day of my trouble I saw the Lord My hand was stretched out in the night Without ceasing My soul refused to be comforted 第二节 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 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I remember God and was troubled I complained and my spirit was over 三节 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 我沉淫悲伤心便发昏 Now if you read on You'll find that he suffered many sleepless nights 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话 你会发现他很多是这个不安的夜晚 It's like there was anguish in his heart 就很像他的心中有这个生气的这个感觉 He met, you know, like great troubles in his life 就是说他在他的生活当中 遇到了很大的这个困难 He was looking for a way out 他在想办法要脱离这个困难 但是这个方法是要是神的方法 你可以发现这个诗人当时这个内心是非常的低落的 他说他想念神 但是呢他就 可是他心中是不安的 他甚至说我发这个悲伤 就是说他无路可走了 但是他到了神的面前 他找到了神 他了解到了神的道路 那神的道路是在人面前是隐藏的 有的时候这个道路就很像在海中 我知道这个道路呢 我们人可能看不到 但是神是看得到的 那这边诗人的教导是要我们说 我们必须要来更亲近神 那有的时候我们说来亲近神 很像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想法 这什么意思呢 那什么叫做亲近神 那大部分的时候你会听到人家都说 就是要多祷告 多读圣经 那怎么做 那我要怎么做才能够更亲近神呢 那当我们说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对神有这个相信的信心 当我们说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应该也是同时要来提升的时候 那我们要有信心 相信神有办法告诉我们脱离这个困难的这个道路 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看到这个道路 但是我们知道神会来为我们开路 这个就是信心 这个就是信心 要能够这样做我们必须要跟神有良好的关系 那比如说我们要常常地来省察自己的信仰 或者是看我们每一天有没有跟神要怎么样的反省 那愿意来服在神的大能之下 那今天我们如果愿意臣服在神的大能之下 那我们的信心就会来提升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道路 那这个神的大能在好几年前 写明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大能 如今还是可以写明在我们眼前 I want you to look at Psalm 66 请再放开到诗篇的66篇 We look at another example, Psalm 66 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 诗篇的66篇 We can read from verse 5 可以从第五节开始读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chapter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一篇 它从第五节就很像在发一个邀请 说大家要来看这个神的大能 We read this 5 我们来读第五节 Come and see the works of God He is awesome in His doing towards the sons of men 五节 你们来看神所行的 祂向世人所做的事是可谓的 We read the verse 6 六节 祂将海变成干地 众民步行过河 我们在那里因祂欢喜 七节 祂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 祂的眼睛见察猎帮 悖逆的人不可自告 You know the psalmist here wants the people to see to come and see the works of God 诗人这边 他想要大家来看神的作为 这边又讲到了过红海的这个事情 他说他将海变成干地 如果你仔细地看第六节 这一节其实有两个部分 其中一个是历史上在讲到他们过红海 那第二部分就是这个喜乐呢 是在当时这些百姓他们所受到的 他们会在主里面欢喜 那意思是说 当看到神大能的这些人呢 或者是甚至体验当时就是过红海的这些人 就会在主里面欢喜 那今天我们都已经受洗归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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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领受到了神的恩典 神的救恩 那问题是 那我们有在主的里面欢喜吗 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再提问这个神的大能的话 那你会发现到说 在主里面的这个欢喜呢 也会慢慢地离你而去 那如果我们要再更了解第六节的话 我们必须要来读第七节 它说他用全能治理万民 我们知道神来治理这个全宇宙 那当然神也愿意来用他的大能来治理我们 最后面有说到悖逆的人不可自高 那我们大概讲到说悖逆的人的时候 我们说不要来看过自己所能看的 那常常我们在圣经中读到这些 敌人 那我们会想说我们不是他们 因为我们没有来敌对神 那可是在圣经当中讲到悖逆的人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来先看到自己 我们是这个悖逆的人吗 那我们是真的真正的有在 按照神的话来去做吗 那在66篇第三节的后半段有讲说 仇敌要投降你 而且全地要来敬拜你 你会看到说神的这个大能可以来治理到这些仇敌或者甚至悖逆的人 那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那神来治理他的百姓 那他甚至给他的选民有这个能力来治理 我想请大家放开到诗篇的第二篇 我想请大家放开到诗篇的第二篇 We read verse 9 第九节 We read verse 9 第九节 And you shall break them with a rod of iron You shall dash them to pieces like a potter's vessel 九节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 You know that this verse is about the authority to rule 这个经节是讲到这个治理的这个权 And you also find that this psalm is also talking about Jesus Christ 那这一篇也讲到了耶稣基督 We can see this in verse 7 我们可以在第七节看到 It says You are my son, today I have begotten you 第七节讲到说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And therefore Jesus is given the power to rule 所以耶稣就被给予这个能力来治理 Which is stated in verse 9 所以在第九节这边有讲 And you find that this idea is quoted many times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我们看到这个这样子的这个概念呢 在启示录当中有很多的地方被提到 I want you to turn to Revelation chapter 2 我想请大家放开到启示录的二章 We read verse 26 and verse 27 我们来看二十六节,二十七节 Chapter 2, verse 26 and verse 27 启示录二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And he who overcomes and keeps my works until the end To him I will give power over the nation 二十六节 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 Verse 27 二十七节 He shall rule them with a rod of iron They shall be dashed to pieces Like the porter's vessels 二十七节 他并用铁杖挟管 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护的瓦器 打得粉碎 The first few chapters of Revelation Are about messages to the seven churches 那我们知道启示录的前面 一章、二章在讲到 给这些教会的书信 那这两个章节的重点是在讲说 要怎么样来胜过自己 当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七间教会的 不同的教会当中有不同的错误的地方 You find that the church was so weak 有的教会是非常地软弱 Some even having the throne of Satan in the church 那甚至有些是让撒旦进到了教会 So that's why God said to them 所以在这边神跟他们说 That they must overcome 你们必须要来胜过 You mean to overcome all the weaknesses That God has pointed out to them 你要来胜过就是当神跟他们说 这些神看到他们做出的地方 他们必须要来胜过要来改 For example, in this example In chapter 2 verse 18 onwards 在二章十八节那边 It's like here it mentioned about this church is corrupt 这边讲到这间教会是一个腐败的教会 Because they allow, for example, this Zezebel, this woman To seduce the workers of God And to preach another gospel 那这边在二十节那边讲到 他说有一个自称先知的妇人叫耶西边 教导我的仆人引用他们行间 吃鸡油上的屋 And so if the church does not overcome You know, this wrong of the church 那如果这间教会没有办法来改变 来把这个错的行为改去的话呢 The church shall never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salvation 那这间教会就不能来再看到神 之前已经赐给他们这个救恩 他没有办法再得到了 That is the power to save 这个就是有这个能够被拯救的这个大能 They could no longer see it 他们没有办法再看到 Because they have not overcome themselves 因为他们没有来胜过自己 Therefore they don't have this power to rule 所以他们就没有与神有这个能力来治理 I also want you to turn to Revelations chapter 12 那我想请大家再放开到启示录的十二章 We turn to Revelations chapter 12 启示录十二章 We read verse 5 第五节 Revelations chapter 12 verse 5 启示录十二章五节 She bore a male child who was to rule all nations with a rod of irons And her child was caught up to God and His throne 五节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是将来要用铁杖挟管万国的 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You know this chapter talks about Quite a number of visions seen by John 这一章讲到约翰长老他看到很多的这个意象 她说首先是这个妇人她孩子 她即将要生产了 当时这个龙就在这个妇人的前面 要把这个孩子把她抓走 当这个妇人把这个男孩子生出来之后 It's like instantly 这个龙就在我们的前面 这个是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逃过的 但这边神呢确实来拯救了这个孩子 神亲自地把孩子提到他的宝座那里去 这个能力就是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 来拯救我们的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就是神当时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来显出的大能 就把我们从撒旦的管辖之中来释放 所以我们就在这样说 这个能力就是神的这个大能必须要与我们这一生都来同在 我们不能说神的这个大能只有在受洗的那一天来出现 当我们受洗之后我们是进入了神的保护之中 但我们必须要来得胜 就为了要确保说神的大能不来从我们身上离开 当你看到12章的时候 看到很多的星星都在坠落 因为这个龙呢就用他的这个尾巴把这些贴上的星都拖拉着 然后摔下来 这个就是说魔鬼用这个诱惑来把这些神的工人来抓下来 看到这个三分之一的星辰是摔在地上 那这些都是在被神保护的这些都有恩赐的这些工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保守自己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保守自己 我必须要非常地警醒 警醒就是说我们要懂得真理 那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来扎根 那如果我们没有扎根的话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被拔走了 我们在启示录再看一个例子 翻开到19章 Revelation chapter 19 启示录十九章 We read verse 15 看十五节 Revelation chapter 19 verse 15 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 Now out of his mouth goes a sharp sword That with it he should strike the nations And he himself will rule them with a rod of iron He himself treads the winepress of the fierceness And wrath of Almighty God 十五节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 他并用铁杖挟管 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九章 Verse 11 to verse 16 Is a passage that talks about The emergence of the true Jesus Church 那十一节到十六节 再讲到说这个真义书教会的这个兴起 So it tells us about how the church Would fight against this wicked one Together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Lord Jesus 再被讲到说这个真书教会 会怎么样按着神的真理 来拜这个魔鬼撒旦 But when we read verse 15 我们看十五节 It seems that the power is with Jesus only With the one who rides on the horse 那这个能力很像只是说 只有在耶稣的身上 就是这个骑着白马的这个基督 And you find that when the entire church Submits herself to the authority of Jesus 那如果你发现整个教会 在这个教会顺服在这个神的这个全能之下的时候 Then you find that the power of God Shall be with the entire church 你会发现到神的这个大能 会在这个他的教会里面 那没错这个全能是在基督的手上 那我们知道常常神的这个大能 是从这个教会当中来显明的 那教会也有这个来判断做审判的能力 来看能够来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甚至来分辨说哪个是真理 哪个是异端 那你会发现到说 如果没有神的能力 我们不可能来得胜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好好地保守自己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知道说 当我们修行那一天这个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 我们必须要来持续到现在 我们知道这个大能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感觉到 这个神的大能好像不在我们身上 那唯一的可能性的解释就是 我们是离开神的那一个人 或者我们选择我们不要来服在他的权柄之下 我的真道到此 那我会继续同样的这个主题在下午的聚会 Let's sing a hymn Let's sing a hymn